根據星期四頒布的一項州長法令, 亞利桑那的成年人現在無需醫生的處方即可在藥房購買避孕藥物。 法令的內容適用於自主選擇的避孕治癒措施, 如口服激素避孕藥, 實不需或以上的患者只需完成篩查和血壓測試即可購買。 根據亞利桑那州衛生服務部的聲明稱, 由二十多個州的法規允許藥劑師在無處方的情況下, 配發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批准的激素避孕藥。 最近幾週,亞利桑那州州長Cady Hobbs積極運用其行政權來促進生育自由。 6月,她頒布了一項行政令, 有效剝奪了檢察官指控合法墮胎者和相關人員的權利。 她還計劃在明年將生育控制權編入法律。 天下維斯記者編輯報導。